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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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个已经在讨论吃什么蔬菜了 最后选了一个芙芦炒空心菜 非常好吃 在那间的保仔饭是做的挺好吃的 肉很新鲜 腌得非常好 肉的鲜味不会被腌料抢走 排骨和牛肉都很嫩 饭也做得很干爽 美丽都是亮晶晶的 看着就很有食欲 黄扇和甜鸡在加拿大算是比较难吃到的 哪怕有也会少的一点鲜味 他们的黄扇和甜鸡都处理得很好 肉质弹牙 味道还很鲜甜 这两个保仔饭都非常好吃 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咸鱼肉饼 打开盖子的那一刻 整个肉饼是发亮的 非常漂亮 猪肉一点伤味都没有 肉质紧致 而且略淡Q弹 广东本地的梅香咸鱼一点都不腥 非常香 特别下饭 我们一般都不太喜欢吃饭椒的 但是他们的饭椒真的做得很好 金黄色的也不会太硬 吃起来口感很好 广东的夏天真的热得有点让人食欲不振 吃饱仔饭当天有三十六七度 幸好室内空调开得非常凉爽 加上菜的味道很好 我们四个人还是把所有的菜饭都医扫了光 吃完饱仔饭 我们马上就出发去吃点小吃 这家叫静秋的鸡蛋仔 开在一条村里 正对村里祠堂 这些村里有很多这样的很有味道的 前铺后居的小店 卖点小吃啊 咖啡啊 日本料理之类的 感觉每家店的野心都不大 只想好好经营好自己店里的一亩三分地 这家店装修也是很朴素的 没有什么网红的元素 但是很有自己风格 看得出来每一件物品都是老板和老板娘亲自逃回来的 我们去的那天也只有老板娘带着她的女儿在店里 一边带娃一边做鸡蛋仔 他们家的鸡蛋仔是比较fusion一点的 有点像章鱼烧的做法 味道选择很多很特别 我们点了一份咸蛋黄和一份海盐芝士的爆浆鸡蛋仔 两份都是流星的 咸蛋黄的馅吃起来有点像流沙包 海盐芝士是咸咸的 来到芝士流星 还有点酸甜 非常好吃 难怪他们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生意也这么好 真的是酒香不怕橡子生了 吃完鸡蛋仔 我们就出发距离这里十分钟车程左右的顺德鱼人码头 一路上椰子河边走 看着村里矮矮的房子 和一些装修得很精致的小店 恍惚间有点不太像在中国啊 尤其是来到这个鱼人码头的时候 看到这个熟悉的招牌 我还以为回到了温哥华呢 这个江边码头旧工厂区 改造了商业区 现在已经成了十下年轻人最爱来的打卡点 这里到处都是涂鸦 最受欢迎的是这几面明星涂鸦墙 很多巨男美女都会在这里排队拍照 这个温人码头的流量真的很大 而且生机勃勃 到处都是商机 快到不少人提着一串一串很精致的气球拍照 后来才知道这些气球是专门用来出租拍照的 这里店都很漂亮 连麦当劳都装修得这么特别 在这里做生意还是要花点心思才行的 普通一点的店真的很难存活下来啊 我感觉这个温人码头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没想过顺德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啊 好玩归好玩 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吃东西的 下一站我们去吃双皮奶 顺德双皮奶是很有名的 大梁金榜这里有一家吃双皮奶的老字号 一直都很受欢迎 以前我也偶尔会专门跑过来吃一下的 当时基本上就是一条村里有几家店的样子 没想到现在这里就成了一条小尸街了 小小巷子里挤满了人 用摩肩肩肿来形容真的再好不过了 这家最有名的欢季真的挺让我们失望的 双皮奶就是用一个瓶子装着 而且没有位置坐下来 只能边走边吃 听说原来做双皮奶的老奶奶已经退休了 交给孩子们做了 所以现在味道也一般般的 还挺失望 完全不值得专门跑过来吃啊 反而我们随便找的另一家双皮奶还稍微好吃一点 虽然不是老字号 但至少双皮奶是用整个碗装起来的 吃起来口感很浓郁 确实和平时在别的地方吃起来不太一样 毕竟顺德的双皮奶是用水牛奶做的 除了双皮奶之外 另外我们还买了两瓶水牛奶喝 确实要比普通牛奶更滋滑浓稠啊 不知不觉逛逛吃吃 就又到了晚饭的时间了 晚饭我们选在了一家比较有名的餐厅 德云居 这家餐厅非常特别 我觉得应该把它形容为一个水上人家的主题餐厅 餐厅和一河两岸的居民区融为一体 中间还有一条小商业街 供村民摆摊 挺好玩的 餐厅里基本上都是包厢 每一个包厢都是由一个老房子改造而成的 非常有意思 而且他们改造的很好 结合了现代元素的同时 又保留了很大部分老房子的元素 尤其是走在巷子里时候 真有点时光穿梭回到小时候春里的感觉啊 点菜是在这个点餐区域找人点的 他们家的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一下子都有点眼花缭乱了 抱上房号 点好菜就可以回到房间了 这里这个餐厅真的太大了 大到服务员送餐都要用电动车送的 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可惜都是流域表面的 我们坐下来吃两道菜之后 我们房间就由于电路老化停电了 只能拿着手机的电筒照着吃饭 店家抢修了快半个小时才告诉我们 今天修复好了 只能换一个房间 又花了十来分钟换了一个房间之后 菜都凉透了 而且服务员还把我们吃鱼的蘸料 忘在了原来的房间 换了房间之后 工作人员都好像忘了我们的存在 一直都找不到人 最后只能草草把这顿饭吃完了 我相信顺德大部分的餐厅都会比这家德云居出色 这次来主要还是抱着猎切心态 来看看这种旧区改造餐厅的 想吃好吃的食物的话 还是要找一些有特色的餐厅才行啊 除了顺德之外 我们还去了前阵子很火爆的电视剧 狂飙的取景地江门 第一站我们去的就是台山的梅家大院 除了狂飙之外 电影《让子弹飞》也是在这里取景的 梅家大院有108幢2到3层的楼房组成 建筑整齐化一 但是每一幢楼房却各有风格 它始建于1932年 距今已经90多年的历史了 相比于独特的建筑风格 我更好奇的是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荒郊野脸的地方 会建这样一个建筑群呢 这背后就是一段辛酸的移民历史了 话说19世纪中后期 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 相继发现了黄金、掀起了淘金热 接着美国加拿大修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 还有巴拿马运河等大型项目 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当时清政府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 税负沉重 台山、新会、开平、恩平 这四个地方组成四亿地区 天灾频繁 土匪当道 颇有点民不聊生的意思 很多当地的青壮年 就以契约划工 自由移民 甚至卖猪脚的方式 去到世界各地淘金 或者做苦工 出卖自己的逃动力 看过我们之前邮轮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估计都知道 在淘金热利赚到钱的人 赚得少之又少 但是伴随着美国加拿大 20世纪20年代末的高速经济发展 这些背景离向台山人里 还是有一批通过经商的方式赚到钱的 可是当时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相继推出排华法案 加上1930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 很多之前赚到钱的华侨 就决定带着钱 一锦还乡 落叶归更了 美加大院就是这些有钱的华侨 回到村里建的房子 由于这些房子的主人一半以上都是姓梅的 所以这个小城就有美加大院的名称 后来经历了日本清华 斗地主等一系列不幸的事件 这些房主原来主人早已经离开了这里了 在温哥华东区 就有不少台山人去居 有不少餐厅都主打台山黄扇饭的 这次来到台山当然也要尝一下 我们在本地人大推荐下 来到这家号称台山第一黄扇饭的餐厅 除了黄扇饭之外 台山的五味鹅也是非常好吃的 可惜我们去的那天 他们家的五味鹅卖光了 我们只能点另外一个比较特色的当地小菜 藕丸 这个藕丸其实就是有莲藕的幼丸子 放在荷叶上蒸 挺好吃的 台山有非常长的海岸线 所以海鲜的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点两只青蒸盐仔蟹 蟹也非常鲜美 无论是蟹肉还是蟹糕 都是非常鲜甜的 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调味料 南南吃就很好吃了 今天的主角黄扇饭也是非常棒的 台山的黄扇饭和我们之前 在顺德吃的黄扇宝仔饭的处理方法不一样 台山的黄扇饭会去掉骨头 做成蒜丝 放入姜末爆香之后 再加入米饭炒匀 然后放回宝仔里烧到微焦的 这家黄扇饭真的做得非常好 还加了新桂橙皮非常香 这次不远万里回国来吃真的值了 由于之前电视剧狂飙的热播 江门的肠粉也变得非常受欢迎 加上价格也非常亲民 很多人都会专门跑到江门来吃肠粉 我们这次也吃了不少肠粉 和我们平时在加拿大吃早茶 吃到的布拉肠粉不一样 这里肠粉都是抽屉肠粉 朋友带我们去了好几家居民区里的肠粉 这一家算是比较受欢迎的 很多周边城市的人都会一大早跑过来吃 这家店还保留了先付款买兑换券 在排队点单的怀旧模式 除了点菜模式复古之外 它们价格也真的很复古 最便宜的肠粉就要三块钱一条 白粥也只卖五毛钱 它们家肠粉的做法很特别 和一般的做法是反过来的 它们是先蒸肉再放粉浆蒸的 我们点的是加索料的 咸蛋黄 鸡蛋 猪肉肠 一般来说 咸蛋黄是不会放到肠粉里的 但是它们搭配的还挺好吃的 猪肉腌的也不错 不会有腥味 肠粉比较厚 但还算是比较顺滑的 广东的夏天实在太热了 是不太适合吃粥的 但是看到它们这个 这么怀旧的煮粥容器 还是忍不住点了一碗杂粥 这种生滚粥温度真的很滚烫 这么热的天吃 真的有点以毒攻毒的感觉啊 听说最近比较流行的石墨肠粉 列治文公共市场的喜记肠粉 就是这个种类的 我这次也吃到了一个石墨肠粉 在这种居民区跟着居民一起排队 就一定不会错了 它们家用来做肠粉的机器有点特别 是我之前没见过的 除了肠粉之外 它们还会用这个机器来做蒸米粉蒸面 感觉也是挺受欢迎的 小时候吃早餐 最奢侈的事情就是配一瓶维他奶 夏天喝冷的 冬天喝热的 这次回来当然也要带卡卡奢侈一把 这个石墨肠粉的特色呢 是肠粉会做的很薄很顺滑 我很喜欢这个口感 而且由于没有布拉肠和抽屉肠粉那么厚实 胃口不大的我吃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 本来以为广东夏天这么炎热肯定没什么胃口 但是食物真的太美味了 每一顿都胃口大开 吃了几家早餐店 最满意的一家竟然是在最火爆的旅游区里 江门的33区原本已经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老城区了 曾经生意火爆的步行街 早已因为时代变迁 人去楼空了 但随着狂飙这部电视剧的热播 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 都专门过来看看这个电视剧里的主要拍摄地 听说在节假日 这里都是人山人海的 连走路都很难 我们是周一一大早过来的 商店才刚开门 算是比较清静 一下车就能看到一整条街 都是这种中西结合的骑楼 所谓的骑楼就是指地面的一层特意见小一点 留出一条有遮挡的行人道 这样的话雨天就可以遮雨 晴天就可以遮太阳 大大方便了逛街的行人 这里的建筑确实很有意思 很有欧洲风情 每座建筑都有很多独特的细节 但是这个街上的商业却有点大刹风景 现在路上基本所有的店 都是围绕着狂飙这部电视剧的周边销售 单单强哥猪脚面都估计有十几家了 问了一下当地人 江门一直以来 根本就没有猪脚面这道菜 这里是一个比较老的街区 一直都有很多人在这里生活 除了这些带有狂飙特色的商铺之外 周边的配套设施 大部分都是为本地居民服务的 我们吃的这家早餐店 就是一家多年的老店了 听说在这个区域变成旅游区之前 这家店就已经在当地少有名气了 他们家的肠粉也是传统的抽屉肠粉 卖相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味道真的很不错 他们的粥算是做得很不错的 虽然是深滚粥 但是粥底会有比较浓稠 不会太水 配料和味道也都做得非常好 最难能可贵的是 即使周边大部分商铺 都转型赚游客的钱 这家店还是用心经营 为当地的老街坊服务 无论是食物质量 还是价格 都非常良心 这个33区周围一带 全都是这种中西合璧的棋楼 这些棋楼大部分都是民国初期建造的 话说刚刚逛 梅加大院的时候就提到 很多以台山为主的四翼华侨 都选择在民国成立之后回国 他们都是在33区这里上岸的 他们把海外的技术 工艺材料和美学都带了回来 这房子很多都是外国建筑师 结合了中西元素设计出来的 话说台山不是有很长的海岸线吗 为什么要在江门这里上岸呢 我们当时问了很多人 都没有办法给我们答案 后来查了一下 清政府在1902年的时候 签订了一个中英蓄义通商行传条约 条约签订之后 江门正是成了对外通山口岸 并且设立海关 所以附近的四翼华侨 都只能先在江门这里登陆 再回到自己的家乡 归国的华侨 不但带回来的建筑 还带回来的金钱 33区作为很多华侨归国的第一站 配套设施自然也要跟上了 当时很多人就把握商机 在这里建的酒店 酒楼之类的设施 很多周边的人也会把商品拿到这里摆卖 在中华民国时期 33区变得非常繁华 一度有小广州的称呼 江门是潭江和西江两江的教会地 所以水厂也是很丰富的 灌完了33区之后 我们当然也要来吃一顿和仙啦 闻去的时候正好是西江黄鱼回游的时间 西江黄鱼学名是班纪鱼 生活在静态 每年五月都会回游产卵 这时候的黄鱼是最肥媚的 这个鱼骨头非常多 但是肉质紧致非常鲜甜 清蒸和香煎都非常好吃 在温哥华每年都会有机会吃到很多斑点虾 但是我还是很怀念和虾的 新鲜的和虾用清水白灼 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黄沙蟹也是非常美味的 有西江鲍鱼之称 每年清明前后最肥美 我们这次吃了蒜蓉蒸和撒姜菊的 除了好吃之外 我真的找不到太多形容词来形容了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黄沙蟹粥 他们先会先用水把蟹煮到开口 然后把蟹捞出来煮粥 再把蟹放回粥里 听说由于工具比较麻烦 价格又不能收太高 现在愿意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江门还有一个专门吃牛肉火锅的五冻牛肉村 最近也是非常火爆 虽然这条村根本不产牛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成了如此火爆牛肉村 整个珠山脚地区的人都会专门开车过来吃 有知道原因的观众朋友们 请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挑了一家店内环境比较好的店 如果比较喜欢热闹的话 坐在大堂吃也是挺有意思的 大堂空间非常大 估计有一百多张桌子了 基本上每天都会坐满 我们要了一个包厢 一行时代人配了三个大锅 这样吃起来又有细分又不会太拥挤 这里点餐的方式非常特别 是一个超市的形式 推着小推车出去 看见什么 喜欢的就放在车里 他们家的牛肉品种也是非常多的 看起来非常新鲜 除了火锅品种之外 还有炒饭啊 飞饼 炖汤之类的熟食 选完吃的 就直接在这个小超市门口 付钱买单 然后把小车拿回自己的位置 他们的小料台是自主的 选择也非常多 回到广东当然要调一个经典的 花生油 酱油 辣椒圈蘸水啦 避这个炎热的天气 真的吃不了太重口味的 个人觉得这里的牛肉确实挺好吃的 非常新鲜 尤其是雪花牛肉和梅花肉 大家都吃的占不绝口 后来我们还会去加两次单 武栋村的牛肉火锅店 除了牛肉有名之外 这个咖喱牛肉菠萝包也是很有名的 他们的菠萝包很特别 它里面是空心的 不会像一般的菠萝包这么扎实 面包部分也没有普通的那么甜 里面的咖喱牛肉做的很香 一点都不辣 搭配着吃还真的挺好吃的 来到这里吃牛肉 不但好吃好玩 价格也很划算 我们一行十二人吃的饱饱的 还打包了不少东西回家 最后买单也只要1000人民币出头 在国内来说也是相当划算的了 难怪周边这么多人喜欢过来吃饭 江门这个地方 最近借着狂飙的东风 还有低廉的物价 一向则成为了比较火热的旅游城市 我们游玩下来 发现东西挺好吃的 但是比较粗糙 而且很多配套都跟不上 尤其是33区那边 全都是有一些俗俗的店铺 如果能好好弄一下 活化好的话 还是值得一去的 但如果只是想去打打卡的话 真的不太值得千里迢迢跑过去了 说到活化 我一直觉得佛山祖庙旁边的 里南新天地是说非常好的 这里建筑也是历史建筑 他们用很多树做了天然的遮挡 哪怕是室外商圈 也不会太怕日晒雨林 而且他们很好地把商业和文化融合到一起 有一些传统文化展示 还有一些场地留给了当代的艺术 而且他们的商业也做了很多原画 不但有很多国际的知名品牌 当然也有一些果货 甚至是当地的年轻人的潮牌 在这里逛街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在Granville Island的感觉 真的很能感受到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这期节目有点长啊 制作这个视频我们都花了不少时间 很感谢能坚持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你们能给我们点赞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到我们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 希望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观看 那我们这期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